大年初四是開工吉日 橫星娛樂老闆張國林 順令旗下歌手 出席公司新春團拜 齊齊撈起和切小豬 除了旗下歌手尹光 學院營 看話 張子芳 芳俊 和哥利亞出席之外 黃毅 我嘉年 李日朗等等 也都聚首一堂 由老闆宣布起信 包括今年會為尹光、楊勒門、柳影雄 Joe Jr. 葉振棠開演唱會 而莫玉秋和姜培莉 除了開演唱會之外 下個月同時會推出雙雙對對唱片 由於張偉文演唱會DVD 豪華紀念套裝大賣 張國林決定食住一世 宣佈於5月為他舉行演唱會 唱會沒有問題 時好時患 有進展當然好些 不如要照顧他 你知道他動作方便 輪椅 我們有專業 專業 照顧他 對照顧他 講到張偉文體重暴跌 去到只有80多磅 坐在輪椅上 敬健快之腳 張國林就說他狀態OK 可以應付到演出 之前還在食店裏 拍了一條新春功課片段 穿著紅色褲 精神奕奕 臉口都回復飽滿 至於今年是陳美玲入行50周年 一直行開周年演唱會的他 終於能夠如願 9月會在文化中心舉行回顧show 另外 環星唱片為了支持音樂永續2020計劃 在3月份推出唱片音樂傳承 翻唱深淡的往映 去年就跟康子妮傳出緋聞 他就強調 牛鏈不怕野是非 遲些飛來 我們很難得到 所以不給那麼多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annel 顧頂軒 竹頭條聯絡的讀者們 學協進步 聰明來你